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往往现在其实使用者他除了个人电脑之外 他可能还会有平板 可能还会有手机 那么在这么多的装置底下都去使用关于Local的话 其实对我们官员来说去管理一些装置的使用会是一个限制 那么如果今天我们希望去限制使用者他唯一只能用手机 或者只能用我们的电脑去开启我们的档案的话 是不是可以这样的限制 答案是可以的 其实要怎么设定的话就像今天 我们影片里面讲的内容 我们可以如何去针对所使用的装置去做到控制的一个设定 那么如果要设定这样子的一个装置控制 在界面上面其实还是要透过管理员 管理员去在我们的System Settings里面有个Device White List的Settings 也就是顾名思义装置白名单 在白名单的设定里面我们可以依照我们的条件 包含了最基本的作业系统的条件 像是我们有使用的Windows 大家一定都使用Windows 那么小部分我们还有支援Mac的作业系统 我们可以做到限制 甚至是行动装置 你的Android或者是你的iOS 不管是手机或平板 只要在上面你透过了Google Player 或者是App Store 里面都可以下一道我们对应的App 去做到注册就可以去使用FinalCode的功能 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去限制说 这四个预设上 预设上我们这个功能 Device Wireless 装置白名单是不会启用的 那么如果有启用的话请注意 如果你今天限制使用者 能够使用Windows的其他都不能用 那在这边就把Windows打勾 其他都把它取消勾选就可以了 那么额外的是除了针对 我们的作业系统可以做到限制之外 如果你想要做到更精确的限制 我们可以使用Mac Address 也就是每个人的装置上面 他的网卡的一个序号 Mac Address 在这边的话 其实Mac Address要怎么去设定呢 其实我们今天我们用这个 用这个投影片是来示范 如果用Mac Address 去做到进阶的设定 所以今天你要设定的话 在下面一样我们点一个Add的按钮 点进去之后 我们当然要先确定对方的装置 也就是今天我们限制哪些使用者可以使用 我们要先查出他的Mac Address 把它贴上之后 其实就把它直接套用就可以了 就像上面一集 我们针对印表机控制一样 其实设定都是非常简单 只要我们有那些先决的条件 像印表机控制 我们只要知道印表机的装置名称 而针对这边装置的一些白名单的设定 那如果是用Mac的话 当然就先查到这些装置的Mac 就OK了 那么在这边如果套用完成之后 就可以看到最下面这边 我们有设定一个Mac Address 那么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Mac Address 如果后续他有使用我们Final Call 去开启档案 去保护档案 去摄影档案等等的 我们在这边会有最右边一个LessorUseAdapt 他可以去记录这个使用者 这个Mac Address 在最后的时候什么时间点 去使用我们的Final Call 那么针对今天的影片 你就可以依照你们公司的需求 去限制你们的装置 整个使用的情况 包含的是要限制作业系统 或者是做到更谨慎的 用Mac Address的方式去限制装置 都是可以做到的哦 那么今天的话 如果被限制这个装置白名单的User 他在正式的开档案或者他在使用情况下 会出现两种状况 第一种分别是左边的这一种 左边这个他说明的是 今天如果是一个被限制装置白名单的使用者 他没有使用这个 他没办法 假设他今天我们限制他只能使用电脑 Windows的作业系统去开我们的档案 但他使用手机的话 他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讯息 或者是说他今天根本没办法去使用的话 他偏偏去使用我们FinalCore的功能 他一样会出现这样的讯息 他就跟你讲说 他因为受了限制 他没有办法去正式的开启这个档案 那么管理员看到这个也不用惊慌 只是先确认一下 你的装置白名单的设定 是不是有限制到User没办法去做使用 那么第二种是 假设他今天他把他的电脑 FinalCore Connect 打开来 他可能去刷新一下他的license 或者是说他开起来 他想去做保护的时候 基本上会受限于 因为他会装置白名单的设定 去限制他连license的更新授权 都没办法去正式的做到 这并不是一个FinalCore Connect的异常的情况 而是针对了我们管理界面上面 有设装置白名单的设定 所以看到这样子的警讯的时候 你都可以清楚的知道 第一先去确认你的装置白名单 是不是有设定一些限制的条件 那么第二再去确认我们FinalCore Connect运作的情况 大致上这两点就可以让大家知道 我们今天如果去设定这样的限制 在User的界面会有什么样的差别了 所以针对今天影片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你都可以透过上面的方式 给我们联系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下你的问题 我们都会有专门问你解答 所以针对一些装置白名单的设定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今天你可以去选择你要限制的条件 假设你今天要限制的是作业系统 那作业系统就可以分说是Windows 是Mac 甚至是IOS Android 这些四选一或者是四选四 你都可以做到一些更进阶的设定 甚至是你想要做到更谨慎 你用Mac Address 去做到限制的条件 都是可以做到的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别忘了点击右下角 这个地方的订阅按钮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将不定时推出全线的影片 你也可以把右下角的小铃铛打开 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咯 就这样我们下次见 Bye